阿妹張惠妹動人歌喉 讓歌迷們為之瘋狂 31號即將在高雄巨蛋開唱 門票好夯 不過有鄉長為了看阿妹 用公堂埋於演唱會門票被抓包 屏東縣長治鄉 武黨籍鄉長谷家川 涉嫌多次將私人花費 以不實單據和銷 其中就包含張惠妹演唱會的5000元門票 個人涉及訴訟的兩萬多元律師費 還有各大廟宇捐獻的香油錢 金額高達十多萬元 依貪污罪被捕 來到長治鄉公所 牆上寫著情政零能 但現在鄉長被抓了 公所不願回應 根據了解屏東地檢署 接獲檢舉之後 2月14號就先搜索長治鄉公所 當時檢方偵訊後 生押禁見張姓秘書獲准 而鄉長谷家川被請回 但後來張姓秘書收押後 又把鄉長谷家川的犯刑 都抖了出來 二十九號檢方再度約談谷家川道案 谷家川先前還在臉書上 分享阿妹演唱會的訊息 可見對於偶像的熱愛 不過如今連張惠妹的演唱會 都還沒聽到就被收押了 接下來除了面臨法律責任 恐怕還欠鄉民們一個交代 華視新聞 評論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